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,加油 今天我们要学第十三课 tujuannya, agar kita bisa menggunakan ipn ipn dalam kalimat ipn itu artinya, sambil dalam bahasa Tionghoa, penggunaan ipn... ipn... menyatakan dua hal yang dilakukan bersamaan i boleh dihilangkan juga loh contohnya mama ipn chan ke ipn zu fan i-nya boleh juga dihilangkan mama ipn chan ke ipn zu fan contoh kedua 我丈夫喜欢一边吃早饭 一边看报纸 atau juga boleh dikunakan 我丈夫喜欢边吃早饭 边看报纸 今天我们到底要学什么呢? 我们要学生词 课文 笔画 谚语 首先我们要先学生词 pertama-tama losse maunya kalian membaca dulu ayo dimulai ok sekarang girei lan losse yi-bian yu-tao yen-i xiao-chang huai jing-chang 好 现在呢 我们要读课文 一下 刚结婚的时候 我丈夫是中学老师 他喜欢每天早上起床后 一边吃早饭 一边看报纸 十年过去了 现在他已经是校长了 因为太忙 每天早上我起床后 都看不到他 晚上很晚 他才回到家 我真怕 他累坏了 希望他能少一些会议 多一些休息 可以经常和我 还有孩子在一起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学一下笔画 请看 有几话呢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欲有十二的话 接下来就是 愿 愿有几话呢 一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有十四话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学院语 六 五 六 五 但是具有其他的相似 一點詳細 更明顯 大小的的派對 也不重要 但多少寫意的 是最重要的 謝謝各位同學們 把老師的視頻全部看完 也跟這老師學到這邊 那今天我們學到這裏 我們就學到這裏 还是不懂的 你们可以在一宿问老师 那记得把老师的视频全部看完哦 不要一直跳舞哦 然后呢 跟着老师一起努力的加油学习中文 谢谢大家 下周再见